每到夏天有很多條溪流湧入人潮 而在這個端午假期 有南大生在翡翠谷細水時 因為不了解地情地貌進入危險水域 沉入水底而溺斃 當地民眾表示說 很多外地客來到野溪細水 在不了解水域情形之下 其實都進入危險地帶而不自知 讓悲劇一再發生 端午連假 九名東華大學學生相約到花蓮知名景點 翡翠谷玩水 沒想到其中一名20歲的成性學生 自認水性不錯 獨自游巷深潭處 結果溺水 當地居民就表示 附近的溪流經常在夏季傳出溺水事件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遊客不熟悉地形地貌 自認為水性不錯 探視也就經常發生 我們到達現場後 民眾已經把溺水的民眾拉上來 並且給予持續的CPR 我們警校人員接手後 給予Lukas以及AED 然後並且上SKED 然後搬運至下山的途中 然後我們找尋空曠地點 因為這邊的地形路途齊驅 所以我們申請空行總隊做吊掛的情形 沒有 它自己覺得能游 它游過去 它有存在出來 會不會不來 他們怎麼跑進去 不知道 漏往自己跑 他們自己跑進去喔 原本就有風就對了 原本就有風 警校後報趕往現場 南大森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仍然透過空勤直升機 趕緊將南大森以吊掛方式送一急救 記者臨結修林鄉採訪報 謝謝大家